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可以把对焦说明书贴在墙上 然后根据说明书上面的指示进行站位 现机距离对焦点大概是2米 现机与这个墙的杂角大概是30度 这些数据都是指示要求 大概的就可以不用要求十分精准 现在我们可以把对焦说明书贴在墙上 现在我的位置就是站在对焦点的右侧这一边 距离这个对焦点大概是2米 与这边全程的杂角是30度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相机的黄帮联动测距实拍一张 正常的情况下是对焦点左右脸侧的 呈现清湿度大概是一致的 如果你的镜头呈现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远离相机这一侧的清湿度是远高于靠近相机这一侧的清湿度 那这种情况就属于焦点跑远 焦点跑远的调整方法是 轻轻拧松镜头黄帮联动黄上的两颗螺丝 注意这里是拧松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把螺丝取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联动黄上有一个空位 这个是用作一个着力点用来推动这个黄帮联动黄的 刚才说到的是焦点跑远的情况 焦点跑远的调整方法是逆时针旋转镜头黄帮联动黄3到5毫米 好现在我调好了 然后就用螺丝刀轻轻锁紧两颗螺丝 注意这里也是轻轻锁紧就可以了 不要过力的去拧紧 如果用力过猛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镜头的对焦手感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焦点跑远这种情况 焦点跑远是指靠近相机这一侧的对焦呈现清湿度 要远高于远离相机这一侧的清湿度 这种情况就属于焦点跑远 焦点跑远的调整方法是 用螺丝刀轻轻拧松镜头黄帮联动黄上的两颗螺丝 注意这里是拧松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把两颗螺丝拧出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空位是用作着力点 推动这个镜头黄帮联动黄的 刚刚说到的情况是焦点跑远 焦点跑远的调整方法是 顺时针 爽轻黄帮联动黄3-5毫米 好我大概已经完成这个量了 然后就可以用螺丝刀轻轻把两颗螺丝锁紧 注意这里不要用力过猛 如果用力过大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镜头的对焦手感 谢谢大家